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六慕老师 欢迎您来参加设备零故障管理体制建议的课程 生产效率要高 维修成本要低 设备故障要少 这句话相信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 可是它只能算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目标而已 我们都知道预防肾移治疗 可是往往都把很多的时间花费在故障抢修的救火工作上 而忽略的好好的把心思放在预防保养和再发防止的机制建立上 一般会造成设备故障不断的阻因 最主要是因为缺少了一套设备管理的方法 所以希望借由我多年在设备管理实务的经验 来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设备零故障管理的应用手法 以及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 因此在课程的设计方面 我特别把重点放在零故障活动的手法运用 以及实际的案例上 总共有五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要来说明设备管理的整体架构 让大家从系统面来了解设备管理的模式 第二单元是要说明从设备导入开始到生产运作过程 所包含的日常保养 维修保养 以及备品管理的实务做法 第三到第五单元是讲授设备零故障改善手法的应用 包括设备列化趋势管理的预知保养 设备体质改善的改良保养 以及应用在新设备的保养预防的手法 相信大家在学习之后一定可以获得以下的三个效应 第一你会理解到设备管理的整体架构 和清楚到设备预防肾瘀治疗的道理 第二你会看到设备管理体制的全貌 和学会设备经营管理的手法 第三你会学到掌握设备异常征兆的预知做法 你也会学到让设备延年益寿的改良方法 你还会懂得让旧设备的不良问题 不会出现在新设备的预防手法 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我们设备零故障管理体制建立的课程